熟练的使用裁缝机 眼神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作品 它是内浦农工家政科三年级学生陈昂 今年参加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记忆竞赛 荣获手工艺金手奖第一名 有这么优异的表现 其实是半年来每天12小时辛苦的记忆练习 所换来的成果 在培训的时候老师又透过他的指导 告诉我们每个选手的强项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利用这个强项 然后再去精进 然后发挥在比赛上面 就是用一些拼布的技巧 然后再一些刺绣技巧 拼布跟刺绣技巧 然后再一些设计感吧 加在一起就完成那个作品 成昂的妈妈跟外婆 从事原住民工艺品制作 她从小而如木染 第一手工艺很有兴趣 平时也会帮忙制作饰品 她在一年级下学期 就被选为培训选手 指导老师认为她有坚强意志 才能持续不断练出好手艺 我觉得她还蛮认真的 然后基本上她也有底子 不过有底子之后再磨练 发现她还蛮沉稳的 在磨练的时候 她有就是还蛮有毅力的 然后跟着老师的节奏 如果没有刻苦耐劳的精神 只是没办法来做这个工作 内浦农工表示 技职教育提供学生一条 适性的道路 全国技艺竞赛奖前三名 可以既有保送理想的四季二专 今年学生除拿下金手奖第一名 也拿下团体第一名 让全校学生都看见 只要肯努力 就有机会找到发光的舞台 评论新闻张伦阳正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